苗栗县长选战 参选人的财产申报 也变成了相互攻击的焦点 民事党参选人徐定真指出 五党籍参选人 中东景的财产破亿 是假庶民真富豪 对此呢 中东景回应说 是娶到了一个好老婆 娘家本来就是在 新竹地区的望族 并且反击对方说 存款现金只有27万多元 是否有造假 要如何指引竞选的经费 应该要说清楚 将明白 五党籍参选人 中东景先后举办 军公教紧销退休人员后援会 以及泰安大湖联合竞选总部的 成立大会 对于最近财产申报 超过一亿七千多万元 遭民进党对手质疑 是假庶民真富豪一事 中东景回击 认为对方的现金存款 只报了27万多元 质疑是否造假 不要说27万 做假也不要做得那么难看 办一场活动 靠党的资源 中东景表示 他在投资理财上 比较传统主要是购买土地 加上太太原本就有 继承家族的房产 虽然资产上亿元 但他也有上亿元的贷款 不过徐定真条列出 中东景去年和今年的财产比较之下 发现金额不减反增 认为如果他的收入合法 是否可以跟民众 分享一下他的致富之道 就是因为想改变苗栗 投入选举 才会让我的存款 只剩下27万 徐定真表示 因为他多次投入选战 存款才会只剩下27万多元 苗栗县县长选战激烈 财产太多或太少都被质疑 既然要争的是县长大位 当然得放大检视 通过层层考验 记得张欣杰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